我想現在我們把相關國內的相關的一些檢疫的措施 把它做完善來 那跟地方政府加強溝通 讓大家明白現在指揮中心的一個政策方向 這是我們的重點 至於要說等到七天這事情 那暫時我們請 就是應該是說持續評估 沒有那麼快 應該我們最少來講 大概三月十七號應該才是滿十天 那時候計算要到四月十七號 才有一個月的觀察期 現在就是走向這個減災的一個時段 那把它重症的把它醫療好來 那漸漸的相關的一些隔離的措施漸漸放寬 那本來我們都是以居家為主 居家為主 只是在前一段時間在極力圍堵的情況之下 把它放到集中檢疫所或防疫旅館 那現在要回到原來的規定 我們現在要做有效的管理 沒有一下進到完全的以病毒共存 我們以前就有相關的指引在 那現在我們在因應這樣的情況 那現在正在修訂中 國內我們疫苗護照本來就有了 但是就是說對於相關的場域 以前有一些規定是打兩劑的 現在也要要求要打三劑的 那你可能要問他們 那我自己也是受要的單位 相關的防疫的政策 這一個大方向 那這兩者無關 一個就是說有這樣的一個大規模的停課 那在停課的規定是不是有太嚴格而已 就等於太嚴格的話 就是說有兩個以上 就全校要來停課等等這些相關的規定 可以來做討論 因為持續大規模的停課 其實對小孩的受效權也會受影響 因為我們就是準備大規模的採購藥物